大家好,我是蝉姑娘 今天就是姐姐嘛 就是我妈妈的干女儿嘛 我的大姐 她们好心嘛 就是用柴烤那个玉米嘛 我们这边叫包裹 叫我去吃,我吃了两个 吃了回来就觉得这个头好痛好痛 等一下应该是这几天的气候嘛 天气又比较的燥热 可能是我的内火 体内的那个热气太重了 头好痛 今天孩子放学回来嘛 我就一直说自己的头痛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出气嘛 鼻孔出气 那个内火 都火气 都火气重嘛 我才跟妈妈说 我今天去大姐家吃啊 那个玉米嘛 妈妈说你肯定是上火了 把内烧 这段时间妈妈的那个车子坏了 也不知道是电停还是干嘛 她说没有菜 看来 尝一下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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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浑身都没有力气 对,再一个捧瓜,手是抓抖的 塞了就掉了 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一起努力 找回新鲜的空气 忘记过去 其实真的不容易 你要努力努力 打发生意可惜 把希望 看嘛就摘到两个瓜 因为小的还小 打花的话也挺热 多段时间就多了 才两个妈妈说 就我把下面地里面 那个豆豆也摘下去 别人就是 一分钟都不要的肉 走到五五六分钟了 因为刚才我走到那里 就是 小心一点 因为走前面那里 让我一点 我就把你放过来 现在到这个豆豆这里了 看这些豆豆 我种的话又没得吃 种的话又吃不了多少 自己种一点的话 就是能吃新鲜的 带了这些 回家了 终于爬上来这个坡了 指指她过来嘛 我就叫她 指这个都得上去 实在太没有力气了 我回来妈妈都在煮饭了 她说 就是那个姐妈 刚才送了她一些白菜 她就拿这个白菜来煮来吃 拿一些来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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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